推特和面書 封殺《紐約郵報》 關於拜登父子醜聞的報導 引發廣泛批評 10月15日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 科技公司以一種不一致的方式 對社交媒體用戶帳號進行封鎖 這些是不可接受的 10月14日 《紐約郵報》發表了一篇爆炸性報導 稱肯特·拜登促成一名烏克蘭能源公司高層 與他當時任副總統的父親會面 推特禁止用戶轉發這篇獨家報導 包括禁止文章連接 15日上午轉載該報導的眾議院 司法委員會共和黨人官方帳號被刪貼 白宮發言人麥卡納利的私人推特帳號 因為刊發兩條相關言論被推特封號 更凍結了拜登的對手 尋求連任的現任總統特朗普選舉團隊的 官方帳戶 15日 蓬佩奧在接受印第安納波利斯 WIBC電台訪問時說 美國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 用一種不一致的方式來禁止暫停帳戶 這是真正的挑戰 這種方式是觀點驅動 意識形態驅動的 蓬佩奧又說 這些簡直是無法接受